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终于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了 那是什么 你也相信我 你们看我不见你 你怎么看我 那大家看我 stell你这 你时间快做 我很好 我 拍完上一部的時候呢 我太太會跟我講一件事情 總統你可不可以拍一個 是以女孩子為角色的 裡面沒有死人的 沒有人斷頭 沒有人斷手 沒有幹嘛的 只有講話吃飯 或是做這種很簡單的東西 我那時候聽了就是說 我幹嘛拍這種東西 你第一次聽到他口述這個故事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聽不懂 拿到劇本之後也看不懂 拍的時候也不懂 你知道周恩島他有太多的神秘了 有很多東西我真的也期待 跟著觀眾一起走進戲院才知道 哇 原來是這樣子 家裡就只問我們兩個人 你坐遠一點不就好了 萬一到時候我確診了 他穿了給你怎麼辦 當初會選這兩個演員 真的完全靠長相 因為我覺得我想像的是一個 教育非常良好 然後有一種富貴人家的感覺 我把俠欣文小姐寫進去 我先洗看看 去看他們兩個 在這個文字空間裡面 怎麼生活怎麼在一起 就慢慢慢慢就覺得 那對母女真的就是 活在這個藍色房子裡面 然後我覺得沒有任何的一人可以取代 我們要結束嗎 謝謝 他跟我說他在寫的時候 想像是我們兩個人 他嘴巴裡面講說賈靜雯那三個字 我想說 哇 嚇一跳這樣 他說他沒有想過第二人選 就是他對我的稱讚吧 主張大概你知道 一樣是叫嘛對不對 對對對 中島對我們演員來講 他是有一種很崇高的地位 OK 他是因為看到他拍戲的過程 知道很真實 他要的東西 我覺得導演很精準 建源 所以我真的要打是不是 我們完全都來了 我們都 沒有 你今天還會幫我約整骨嗎 不會的 不會 他基本上不太多東西的耶 他就只有跟我說 他說這場戲的狀態是什麼 其他就是 你自己來 我們把早上吃一吃 出去走走 把早上吃一吃 出去走走 嗯 好不好 好 我覺得你不會告訴別人 我們拍都沒有超過幾個鏡頭 拍拍的時候 一個長鬼推過來的特寫 導演很快就OK了 我以前從來沒有用電膠拍過電影 那這個片子就是全部用電膠 二五三五五十八五一百 就是這樣 一顆一顆換一顆一顆換 來關注這兩個主角 你要等 放寬心慢慢等 等他到你的位置 我每次看到這個演員 在我店裡面有這種演出的時候 滿懷著就是老天爺 真的給我一個很大的祝福 好啦 謝謝各位 謝謝這位老天爺 他的某一些神韻 會讓我想到我爸爸 那像嗎 應該不像吧 形狀是這樣 不是形狀 因為他的本人是有一點溫度的 不是那麼硬漢的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好像有一點跟我想的不大一樣 你看 有人有在拍喔 應該是說被他說故事的熱情 給吸引 喝下去 看著他 再喝一口 你覺得在這個電影頭 要傳達的生命的態度是什麼 給自己一個機會吧 對不對 這媽媽在四十步半以後 她變成這個樣子 有個怒怒裡面 就是為了迎接這個現象的生活 不是啊 那女人本身就有個美好的未來 為什麼這時候她變成要負擔起這個東西 我們常常會講說我們在追求生命的本 但本質到底在哪 本質 我有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才看到生命的本質 就像他們這些對家人一樣 每次在想的東西 永遠都是沒辦法得到大喊的東西 我常常問我自己這句話 是我想把我自己變成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希望我一直告訴自己 我不要再當以前的這種模糊 小心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有距離冠軍嗎 耶耶耶耶耶 我們這店才有幾次都很感恩被 距離冠軍 超值百人 哈哈